哈囉大家好我是皮仔白 大家好我是朋友 歡迎收看各位 來吧 我們的第二次寶箱怪大亂鬥又出現了 而之前的連打寶箱都還沒有出現 還有禮物閃都沒有出現 反而先出了這個活動 好啦不管怎麼樣 我們之前已經開箱過了 那我們這次因為已經時隔8個月了 那我們就再開箱一次 簡單的說就是我們要累積分數 他這邊有說五個人的時候我們殺寶箱的分數是5點 如果是兩個人的時候是9點 然後我們最終獲勝的話 剩那個點數會再給他乘以2 那這個點數要做什麼呢 就是可以來獲得我們的獎勵 我們的點數只要累積到3000點就可以把所有活動給他拿滿 那至於要不要開啟寶箱怪PASS就看你有沒有課金了 簡單的說你就是花290去把這個東西給他拿好拿滿 那這個遊戲基本上就是如果有開播的話 就是來互相喜分會快非常非常的多 甚至只要你跟對方是有感覺的話 就盡量不要召喚太噁心的怪物就可以了 那這個時候當然要搞人的話也不是說不行 因為這邊的搞人都非常非常的噁心 好啦首先他的防禦寶箱怪是指定攻擊次數有死亡 所以只要對方沒有月亮的話會把他很慢 那分裂寶箱的話算是一個史萊姆 而且他的速度會往前衝 那不驅寶箱是依照回合數速度等比增加 而且完全不會忽略所有的減速跟盾牌的效果 直接給他衝過去 那這個時候到底是分裂快還是不虛怪呢 聽說很像是分裂比較快的東西 然後再來是反射寶箱怪 就是攻擊該寶箱將近50%陷入沉默 這個也算滿噁心的 專服對付你大力不夠大力的骰子 然後你打得很慢 然後最後的話是咆哮寶箱怪 簡單的說他就是暗殺獅子 只不過是比較弱化版的獅子 可是這邊是可以主動放的所以會比較麻煩 那這一次的怪物有什麼呢 有我們的獅子防禦的話是54 然後分裂的話是我們的史萊姆 而且是加速版的史萊姆 那我們這個時候就先用一下 我之前影片拍過的無腦衝躍狙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局感受一下吧 好啦那我們就直接來到遊戲裡面 一樣是五人亂鬥啦 五人亂鬥的話我覺得是有點小可惜 因為他已經很久沒有去做 欸等一下我沒有開特性嗎 啊 這裡的骰等是被限制住了對不對 你不能用上自己的骰等 哇 好啦沒關係那就是版面都是一樣的 那就是 用以前的隊伍就對了 因為幾顆 有幾顆骰子啦 多了旋律什麼的 可是感覺有那麼一點點的不優啦 因為如果你用上旋律的話 那個成長長太慢 但是換個角度想 我的成長在哪裡 我的賭博成長咧 有了有了有了 再給我一個一星的賭博成長拜託 這樣我就可以上去了 好有了 然後我們等一下要 這裡還沒累就好 然後我們可以先吸一下 我現在吸有點可憐 有點可憐 對話也太快了吧 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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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靠不是吧同學 哇 直接搞我欸等一下 全部都丟這個 而且我的賭博是真的沒有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到底是多快 有了有了有了有一個七星了 我們先偷吸一下 欸這算是吸小王 沒有沒有沒有現在是沒差了對不對 只是吸小王的速度有快 還是比較快那還是可以 好啦那我們就先給他賭博成長上去 所以我現在在打的話分數還是有累積啦 只不過不知道累積多少就對了 就跟之前一樣 這部分就跟之前一樣 完全沒有做任何的變動 那我們要做的事情是 有沒有人沒有月的 這個沒有月我們就弄他就好了嘛 左上角那個沒有月的話弄石頭去搞他 是不是會變得非常非常好搞 但是說沒有月人家有一般點數在啦 我一回合加50 所以其實人家也沒有那麼重要對不對 我們就好沒事 我這個分數應該算是好 我記得沒錯的話 然後又有這些東西 那我們先來搞這個 這個的話就是搞 獅子 我們今天這一局玩的話 就認認真真地來當一個搞事的人 之後的話我們再來玩一個 認認真真來當一個喜分的人 只不過就是要跟觀眾去互撞才可以啦 不然的話會有點虧 我很想看到一個怪物了 先吸一下 速度再快一點點 好 不然等一下可能傷害會過不去 然後現在這個人多的話就很lag 對啦我們的寶箱怪才是快的跟鬼一樣 那我們先把一個搞掉 這樣的話難度會比較小一點點 但是是不是有兩個人在搞我 那我還搞另外兩個幹什麼 我應該先搞黃色跟藍色吧 這樣的話呢 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 就這麼簡單而已 那我覺得我先搞這個狂暴 對耶 我們現在有狂暴可以用了耶 那如果有狂暴可以用的話 就直接狂暴狙嘛 而且這裡有狂暴10等耶 10等的狂暴其實不弱耶 好啦沒關係 我們就慢慢搞他 啊不對要狂暴打他的話我們就用這個就好啦 有沒有機會 他應該會加速加速之後又重新開始 然後我們就再丟一隻 他應該是狂暴吧 有有有有狂暴有戲狂暴有戲 沒事沒事我們等一下弄死他 哈哈哈 先吸一下 好OK剛好沒有打到 反正等下是史萊姆的關係 竟然要搞事的話我們就給他搞到底吧 我們現在是二星的... 四星的月亮其實也已經夠地了 然後是史萊姆 哇 這叫輪盤殺嗎 不過感覺人家也無所謂 我們等一下好了 要等嗎 要不然就直接先丟一丟好了 不然這樣等的話感覺有點虧 好啦先丟一隻 等一下打怪打很快 而且這邊主要的話我記得是要召喚 召喚也有分數 然後你擊殺也有分數 所以基本上也就是要不斷不斷的去召喚 不然不召喚的話感覺也會很虧 可是上面這個綠色... 欸藍色在搞我 那我們就一直弄他 弄到他為止 可是你看蠻難的 他的狙擊是不是到七星了 七星狙擊配上六星的... 好吧我覺得難度有點高 我們先吸一下好了 有點危險 欸其實說到底我的狙擊完全沒有任何的用處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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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想說怎麼那麼那麼的坦 其實反正就是兩邊互丟就對了 只要知道... 只要到後面大家知道自己在幹嘛之後 就是用互相喜分的方式會舒服很多 喔 會舒服很多 不然的話現在其實是蠻不舒服的 然後我這邊又有王了 那我們就繼續招吧 然後成長 然後想化 欸我的月亮都上不去了 我月亮的星數有夠低 為什麼對方都那麼香 對啊對方也香過頭了吧 偷襲一下 我應該多招幾次 不然可能可以 然後我們現在五個人都有 其實我是不是要把其娜弄掉 然後我們的分數會比較高一些 這樣我叫骰的話會更快 但是...就... 好啦繼續丟啦繼續丟啦 慢慢磨他星數 呵呵呵呵 好吸夠了吸夠了 月亮來不來啊 來個高級月就好了真的 來個高級月高級月 沒事你丟我我丟你 我今天給你槓上了 試一下 啊這裡的月亮也是那個嗎 來 繼續吧 反正把他骰子打下去 兩邊都很虧啦 哎唷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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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 月亮 兩個不能點亮 好痛苦哦 等一下 先倒 我就有點危險 阿~~ 危險危險 虧啦 而且贏的話分數會再乘2 有沒有來個狙擊 這個位置有狙擊應該就會舒服很多 真的是瘋狂捏 來 有個月亮 月亮點亮 可是沒有狙擊還是很虧 好 玩家中斷 誰斷線 看不出來誰斷線 又有人連線了 其實如果真的要打的話 其實這樣也算是一直在刷粉 雖然有點麻煩 但是那個分數其實也蠻多的 而且大家都丟你的話 那個分數也是賺不快的 如果大家都砸你的話 也不能說砸你就不好 砸你的話你有賺掉 那個分數也是很高很高很高的 畢竟你有打救我分數 哇 2發 我覺得我的傷害有點不夠 原因是因為我的狙擊 完了 沒有狙 我的狙呢 其實我真的覺得那隊不錯 暴狙炮 如果這隊爆掉的話 我們等一下再玩一次暴狙炮 等一下 我們先試一下 有機會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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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現在版面不是很好 好 這邊弄完一次 沒有 有沒有那麼慘 我現在有點慘喔 再轉一次好不好 拜託 對面也被轉 兩邊都被轉 我這邊沒有 是有啦 可是感覺沒有很有 哇靠 很有夠音的 月亮出不來 沒有辦法 出不來 好 那我們這樣幾分 所以我這個 本來就可以看嘛對不對 那我如果按下結果的話是300分 所以如果我這邊打到最高的話呢 就可以給他變成 518 560幾分 反正很快喔 對這個活動其實算蠻快的 你就是過來然後打一打 然後就拿到你的分數就結束 那至於你是要搞事呢 還是要跟別人互相喜分呢 就看有沒有人一起在那邊互撞了 如果有的話 欸就很香 我應該會禮拜一才來打吧 這個更新 欸我們就禮拜一件 除非禮拜一有大更新啊 這個活動是到七天結束 那我們再來看看有什麼東西可以來搞一下 當然啦 我們覺得可以來搞一下這個粉碟 聽說 欸就跟之前一樣 我們那個粉碟可以搞到一個 前所未有的速度 只不過我們可以再用上新的隊伍嗎 目前為止的話很像 暴風 可是你又沒有地圖 然後場上又有獅子 那就會跟剛剛一樣 我要吸血 我要那個 好啦這個東西就到時候再說 如果你有什麼樣不一樣的隊伍的話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 也不能說不一樣 就是用上這些星閃 我記得之前的話呢 頂多就是出到 我記得是出到雷雲吧 所以這一次八個月過去了 出了八顆星閃 有沒有哪顆星閃 可以放在上面 過得非常開心的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 我們就到時候來開箱開箱一下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我是PFY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3 2 1 掰掰 5分鐘 5分鐘 1 1 2 1 1 1 2